大家好,我是队,今天最后面的缺荒零尔,后运再起的时候你说,这场是由七岁对着鸭王啊,来看双方的实力也是相当,哎,挑逼风空,进队加把勾腿破,来一个八字女,鸭王依然是压制强势,崩起来勾柴花扎的一下,刺激了,来看对手半学没有周七岁还能不能稳住,连续里一次闪身,哎,前跳破防,哇,直接破他一个蹲子啊,崩起来周结束了,接着来看第二局, 看七岁今天到底能不能的战胜鸭王啊,第二场看到的猴子,拿手好戏放的第二位,然后面是一个金家帆,挑贼,以前猴子,以前七岁都是将猴子放最后一个的,看这次这个打法能不能行,超必杀直接破防啊,走起来吧,大半过前没有只猴子继续向前一波冲刺,挑贼再打一个逆向,又一个必杀技,普通的,结束了,看来猴子的压制不可小事哦,接着看下一场 下一场来看鸭王的游历出场,我们看游历这次怎么爆发,跳起来,进攻中断,轻腿下半开bc,胜龙确认解必杀,走一下,实际连终看猴子继续,一个闪身,猴子跳贼又打一个逆向,给超必杀,上天吧,半学没有了,然后看游历后面再怎么操作,跳起来轻腿下盘,重腿进攻,对出闪身,哎,一点血的时候,游历,闪身,好机会,轻手胜龙确认必杀技,对一下子仙, 一点血的时候给一个大波,来看猴子又一个闪身,不料仍然被转了,接着看下一场 下一场看两个猴子啊,看鸭王的猴子够普通系列,哎,跳,下半两点直接上超杀,这么快的吗,七岁的这个气势依然不减呢,三十年之后鸭王要贵了,哎,清早,摩,跳贼逆向,嗯,关键时刻这个逆向还是挺厉害的,我们来看第五位, 五局的,六五局和七岁的金家帆死神,哎,否则,跳冲团一脚踢开破顿房,然后再来一脚,猴子又是飞羊脚,金家帆继续给他一道旋风团,空中街巢必杀,天武疯狂角结束战斗,再就来一波点赞转发收藏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